大家好,我是友善杰 大家好,我是邱婷轩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好,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应该是 诶,是几号啊? 4月10几号吧 对,距离地震已经过了大概一个礼拜 诶,对啊,地震就是礼拜三嘛 上礼拜三 所以现在是下礼拜三 就是满周 刚好一周 对对对 那希望大家都很平安啦 然后我知道大家 很多人可能受到惊吓 或是有些人 可能真的有受到一些损失这样子 希望大家都一切顺利 对,希望大家跟家人都平平安安的 其实发生的当下真的蛮恐怖的 因为已经一段时间没有遇到这么大的地震吧 对,真的没有这么大 对啊 而且刚好就是因为我前几年不是在德国 嗯 没有地震嘛 然后回到台湾之后就好像这阵子都没有地震 确实啊 蛮长时间了 所以我记忆中上个地震可能是四年前五年前之类的 嗯 那感觉 对 那发生当下的时候 如果我是真的躲到桌子底下 诶真的哦 我那时候发生的当下我只在想 因为之前可能有这样的地震嘛 可能就是小小的 所以我想说它可能也是一瞬间就过完了 对对对 所以我可能前30秒我都还在想说应该还好吧 静静的等待它过去 对,然后后来你发现 就它这个地震有没有一两一分钟啊 很久超久 真的超久 就摇到一个我讲说要不要跑出去 诶跑出去 你说跑出家门吗 对啊 应该是不要跑出家门吧 对我后来发现就是好像你地震的当下你不要离开 就是你在原地的位置找那个庇护 对对对 桌子底下 对啊 你做的正确的选择 诶想不到 我是直觉的 想说应该是桌子底下吧 诶可是你知道就是地震那一天我就 因为我就不敢搭电梯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早上要上班的时候 嗯 所以我就刚好一层楼一层楼这样走下去 我发现我往下走的每一层住户 他们都把大门打开诶 哦哦 防止那个门框变形什么 对啊对啊 那我就我后来就发现 我其实不知道就是把门框打开 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决定 就是你地震当下 然后你还要出去把门打开吗 我记得921的时候 就开始就有这个讲法 对 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观念啊 嗯 我家也会讲 就是地震来的时候大家就会把门打开 对 所以感觉你当下是要先找庇护吗 可能等地震会停了一下都在 对啊对啊对啊 如果你去开门然后就被K到 这样得不偿失啊 对啊是这样没错 对 而且摇的时候 那时候我躲在桌子底下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心中一直跟921类比 嗯 那时候当下还不知道任何那个阵度啊 或是什么规模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应该跟921有得比 所以你对921是有影响的 有有有 而且我印象很深欸 那你那时候不是很小吗 我小三小四之类的 嗯 可是 我是半夜就是被惊醒这样 对 然后天遥地动 然后 然后我们家就 我觉得当时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那个之前 大家对地震就没有什么防备还是 嗯 就921之后 大家才对地震比较 有那个概念还是这样 所以我们 我们当时全家就惊醒嘛 然后 就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后来就走楼梯到楼下一楼 嗯 就跟 大家的直觉一样 就想说我们是不是要逃到室外 还是怎样 后来发现就是 其实那时候逃到室外没有比较好 反正总之我们就到一楼 然后发现很多邻居在一楼 然后大家跟我们想法都一样 是说是不是要逃到室外 街上什么比较安全 正要出去的时候 就真的有邻居正要出那个大门的时候 啪啪啪 外墙的一堆瓷砖全部剥落下来 像雨一样 跟几十片 全部砸碎 好危险喔 超恐怖 而且正要出去的那一瞬间 突然砸一堆下来 没有人受伤 对 刚好 逃过一劫 所以其实室外比室内可怕 我觉得 除非你到公园 那就没问题 树呢 树下 树有防护力嘛 就是如果 那个磁砖掉下来 嗯 好啦我不知道 但是 如果你站在大楼旁边 应该没用吧 确实是蛮危险的 东西掉下来还是被K爆 對啊 所以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而且921停电超久的 欸我其实对921真的没什么印象 你是刚才晚上没醒来这种 欸我真的没醒来欸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很小 但可能也跟你差不多年纪这样 可是我没什么印象 就我那时候醒来的那个瞬间 就是我发现我已经在我爸爸的背上了 就是他 哦我真的 太幸福了 对哦我觉得好感人哦 好爽 然后反正就是我爸背着我 然后我妈就在旁边 我们就是在楼梯 就是跑下去的楼梯 因为我们那时候 家长在6楼还7楼 他就真的这样背着我 然后就是 跑下去 然后那时候我才 有感觉 地震好像还在晃 然后 其实我不太确定是我爸在晃 还是地震在晃 你在背上的时候 你也能判断 是地震还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判断 但甚至也是下去 就跟你一样 就看到很多就是住户都在旁边 然后那点讨论啊 什么地震很大啊 他会吓死 对就是真的 我觉得蛮可怕的 但我觉得可怕是那时候 身边的人那种慌张的表情 因为我对地震 我好像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 太小了 对啊 但我比较有印象的是 可能台南有前几年吧 有一次很大的地震 那时候围观大楼什么的 还倒塌那时候 那个我比较有印象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 我很害怕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有印象的地震 就是我都这么大了 然后我第一次觉得 那个地震很可怕 因为它的地震好像是上下摇 因为像这一次前几天发生 那个好像是左右 我就觉得很可怕了 然后结果那一次是上下 就是你整个没有办法 站起来 你会倒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觉得 哇 真的超可怕 好 我希望 因为毕竟是25年来最大嘛 我希望至少25年内 不要再有 这么大的地震 对啊 希望 希望就是 全岛都平平安安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几天 有很多余震吗 超多啊 你没感觉吗 没有啊 因为我不在 你很嚣张欸 不是啊 我不是很得意好不好 我知道我不在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余震是什么状况 其实我觉得这几天 还是有很多明显的余震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 有晃度的 有晃度的 可是它就是很短 可能几秒就停了 所以也不太会有一个 就是要想跑的冲动 就是可能静静等待就过去 对 因为我那个礼拜三 晚上就是 就是要去菲律宾嘛 所以算是地震当天 正要出国 幸好搬机不是早上 或是什么白天 是 因为捷运停时啊 什么之类的 交通就超晒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 虽然这样讲对他很不好意思 但他确实就是遇到了这个状况 你说他怎样 就是他刚好就是早上的班级这样 正好就是地震当下 就是地震当下 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 他可能 因为我就传讯息 问他说还好吗 就是地震有没有什么事 因为他也是一个人住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难过 我想说怎么了 他家发生了什么事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因为他要去搭飞机 然后他就是因为地震 所以没有赶上飞机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地震就是跟在天上飞的东西有关系 对 然后后来就发现是因为大众交通的关系 所以他就没赶上 哇 那他怎么办 就最后就真的 没有他没有放弃 他就到了机场 然后再多花一笔钱 买机票 就去飞 现场直接刷 哇 那贵到翻天欸 不便宜 因为我这次去菲律宾 我就去马尼拉来回 对 你知道马尼拉来回平常的机票多少钱 六七千吧 不到 可能五千都不到 那状况好的时候 然后这次廉价买一万 哇你整个 对啊翻倍 但是 以总价来说还是很低 你说相比其他地区 因为我是上礼拜 就是廉价的上礼拜 才决定 突然决定要出国 我就想说没有听你在讲 对对对 我也是很匆忙的 就原本是没有要出国 对 后来发现想说 好想出国 因为好久没出国 开始搜寻 然后发现都跪到爆 跪到爆掉 因为廉价 而且你有多近 然后我前一个礼拜买 然后发现只有马尼拉 没人想去 所以不愧 可是我对马尼拉 有种就是既定的大城市印象欸 就那边好玩吗 你觉得 诶 我跟你讲 就是所有去过马尼拉的人 都说很无聊 然后我觉得一点都不无聊 哇 为什么 我发现很多人 就是对东南亚大城市的 那个评价 我发现都 这不可信 像譬如说 我们从最一开始就说 金边大家都说很无聊 我没有觉得金边很无聊 我觉得一点都不无聊 然后有人说什么 吉隆坡很无聊 这个我也不觉得它无聊 然后我发现 大家 怎么对这些大城市的评价 这么单一啊 我觉得这些大城市都还蛮值得去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 就是自从上次去了吉隆坡 我真的也是对它推爆 可是我去之前 就是身边的时候 跟我说很无聊 那个一两天就可以结束了 你可以去下一个地方 然后想说 没有啊 我大概一个礼拜 我还是超想继续待在那边 我去吉隆坡很讚 对啊 然后马尼拉 我当时就想说 好 大家都说很无聊 那让我来看看它有多无聊 直接刷了 这样 哎 by the way 我是用新展Ego 用去刷的 那应该是工商时间吧 应该不算啦 就是直接使用的 对 刷这个确实是要工商一下 就是小提醒啊 对 当时我们用那个 专属连结开卡的话 办卡的话 我们当时有那个 抽抱枕的活动 没错 当时是结算在二月底 然后后来 新展通知我们说 哎 这个活动想要延长到四月底 也就是说 大家听到这一集的同时啊 其实还是可以用我们的 专属连结去办卡 对 然后已经办卡的朋友 就是对于抽抱枕这件事情 可能要再稍等我们一段时间 对 我们绝对记得 只是 因为要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新展统计给我们那个名单 我们才有办卡 没错 我们自己是看不到名单的 对啊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 要四月三十号之后 新展那边可能会再作业 然后再给我们名单 我们只要用那个名单去抽 对 然后偷偷跟大家说 抱枕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 抱枕真的很赞 连我自己都多订一个 想说 我上次那个 现场活动做抱枕 我没有多留 对啊 我们没有想到它那么强熟 后悔后悔 所以现在 叫我自己有一个专属抱枕 对 真的很棒 对 所以大家 我还是把连接 一样放在资讯栏好了 大家如果还没有办卡 也可以办一下 嗯 这个监卫刀 四月三十之前还是有机会 没错 那所以回到 马尼拉好难念喔 有那么难发音吗 马尼拉 马尼拉 所以回到马尼拉 等一下好难喔 三小 真的很难念耶 所以回到菲律宾 你的三天的菲律宾的行程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还蛮充实的 我是三天三夜 就是 晚出早回 对跟听众讲 其实我今天早上才回来 直奔录音室 你刚刚看起来就是没睡觉的样子 真的假的 我现在看起来一脸就是很憔悴 主要是因为胡渣妹瓜 这个是我旅行style下的上节 OK 我觉得很赞 嗯 我一开始 前几天都待在老城区 就马尼拉是很大的地方 所以它整个区域合起来叫做Metro Manila 它翻译成中文 马尼拉大都会 哇 好帅 好帅 它所谓大都会 其实包含了好几个city 嗯 它有点像东京都 都内可能好几个区 哦 就你说东京都它其实超暴大嘛 它可能从东南到西北 搞好几个小时 那马尼拉也有这种感觉 我主要住的地方跟活动的地方 都在靠近马尼拉湾 就是那个湾区那边 那它那边是旧城区 嗯 然后一开始去的时候啊 我就 觉得就很典型的那种 东南亚的大都市 但有不少高楼 然后很多很破旧很破旧的平房 就是如果你在大马路上走 你往巷子里面看 你就发现 哇 那个里面的房子就非常非常破旧 怎么说啊 就物质条件不太好吧 然后路上也是车水马龙这样子 嗯 你感受很强烈 可是后来很特别就是啊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啊 因为我跟一个朋友会合 那个朋友他是外派到马尼拉 欸不算外派啊 就是反正总是在马尼拉工作 恩年 台湾人 台湾人 然后跟他吃晚餐 那他就说欸 可以约一个他很方便的地方 叫做BGC 他BGC他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区域啦 就在这个Metro Manila里面的一个 就是天龙国 你可以想像这个信义计划区 哦 有有有 那我去那现场 就是还没有跟他见到面的时候 一去那边 嚇到 他就是比信义计划区还天龙 大概一百倍这样 嗯 就是他非常非常繁华 嗯 然后就是旁边全部都是百货公司 然后整栋都是玻璃的 那种办公室 嗯 然后那个区域超级大 就比信义计划区还大得多 那你就看到哦 这跟我之前住在湾区是一样的地方吗 这是同一个国家 那个市井差异很大 不同世界 嗯 然后那一瞬间我就懂了就是 一个外派的外国人 他绝对不会住在老城区 对 绝对不是住在那个地方 他一定是住在这种天龙国一样的地方 后来跟他碰面啊吃饭 聊一下他的生活的时候 我就完全印证我的想法 什么想法 就是 他就是完全住在 他没有住在BGC 他住在BGC旁边的一个 也是很高级的区域 嗯 然后那边就是充斥了各种就是 中产阶级啊 或是外国人啊 就是来马尼拉工作的人 好像可以想象 然后他的住在的地方 跟他上班的地方 跟他平常会去娱乐休闲的地方 有时候都是三十分钟以内搞定 多这个区域 所以他也 其实自己也很久没去 譬如说旧城区老城区 嗯 你会想说 哇这两个世界是没有交集的 是割裂开来的两个地方 嗯 我一开始去的一个疑惑就是 其实在马尼拉的消费 还蛮不低的 就你在餐厅吃一餐 你可能也是要一百块台币 哦 你说不管是就是旧城区 或者是你刚刚说的商业的那一块 对对对对对 但路边摊不算啊 比如说如果有店面的话 那我就想说 欸可是就我在路上看到这些人 我才不觉得他们会一餐吃一百块 会有这个习惯 嗯 后来我看到BGC啊 或者看到那个其他那个高级区天龙人 在吃的东西 那我觉得 就整体物价 就我可以想象 就是大家其实 言个来说跟台北可能差不多 我觉得听起来贫富差距很大很大 就是光在那个马尼拉那边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去这三天 嗯 我感觉到马尼拉可能是我这辈子去过 我体感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 哦真的哦 甚至连德里都没有给我这个感觉 嗯 我觉得德里是下线五下线 就你会发现就是街上躺一堆人 就homeless这样子 但是 可能是我没有接触到德里 也真的是很高级的区域 或是天龙人的生活样态 这样 所以我不知道 我没有感觉到德里有这么大的鸿沟这样 嗯 可是在马尼拉走我就会感觉到 哇 那你冲击不就超大 超大了 下到这样 然后我想象一下就是 你是一个外派到马尼拉的台湾人 或是 你就是 一个外国人 然后你平常的生活就是不拖 就是在这个天龙国里面 可能租个房子 住在 40层楼很高的地方 从 内陆 可以直接一口气 直接看到马尼拉湾 哇塞 里面的海 然后你早上起来去拿一杯红酒 在那边 一个成功人士 哈哈哈 我的天哪 对啊 你可以想象就是那个生活形态就是这个样子 嗯 我觉得 哇这个 而且你知道 其实他那边租房也没有很贵 多少钱 所以让我听听 可能跟你租的差不多 真的假的 就可能一万多台币啊 然后就是这种 豪宅 40楼 40楼 看台景 配红酒 一万多台币 对 我是不是住错地方 对对对 那你还是 你可以物色一下马尼拉的 工作机会吗 你最近不是在找这个租房吗 哦对啊 不瞒你说我整个清明年假都会看房子 哇你在忙这个就对了 对啊对啊 你的年假都花在五九一上面 欸我在每天花 我在上面可能有两三个小时 不是 为什么你有要搬家 反正最近就是有一个 我跟我室友之间有一个小引爆点 我说你室友不是很累哦 对因为我其实 我跟人家合租嘛 然后其实我室友不是我认识的人 然后就可能 彼此之间生活习惯有一些 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可是因为最近有一连串事件 然后我就觉得 我可能需要搬你这个地方 那是怎样 因为我限动那边不就说 反正就是 因为我室友的卫生习惯 我觉得有待加强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都还好 就是它是可以处理的事情 可是因为前几天就是 廉价我就没有回台南嘛 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刚出门 我可能出门个去楼下买个东西而已 然后我回来就发现我被锁住了 锁住 嗯对 就是从里面反锁了 就是钥匙打不开那种 钥匙打不开 因为就是我们习惯 最后一个出门 就会把整个锁都上完 然后就是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要把整个锁都打开嘛 然后开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我发现 诶 为什么我的门拉不开 然后我想说 因为通常就是如果有人在家 他不是会有个棍子嘛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门反锁起来 那有人在里面 外面就打不开嘛 对对对 然后我想说可能是我室友 就是怕一个人在家 怕这种地步 所以我想说他可能以为 我就是要回家还是什么的 所以他就把那个门锁起来 然后我就按电铃 然后结果他都没有开 然后想说嗯好奇怪 还是他在睡觉 我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就接了电话 他就跟我说他出门了 然后我就想说 他出门了 第一次杀人事件 我想说他出门了 然后那个家 目前就只有我跟他住在里面 这样子 我们是一个三四个人 合租的地方 可是其他人都回家 这样 然后所以那个廉价走 我跟他 然后我就想说 就是超奇怪 我就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室友还在电话里面 我说 你是不是没有把锁打开 还是你转错方向 老娘那么蠢 对我想说 对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就是他那个棍子 他就是 因为他最后出门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铁门不是太好关 所以他出门的时候 可能要用甩的 就是把他甩上 全力关上去 对你要全力关上去 然后反正他就是关的太大力 以至于他下面那个卡栓的地方 就是弹出来 所以直接翻锁住 气到弹出来 我整个超傻眼 然后反正我就困在那边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之后就是去隔壁 就是借那个铁丝 然后我就在那边把它拉拉拉拉拉拉拉出来 铁丝 对就是那种 它是有点硬 然后有点粗的那个铁丝 然后你要把它伸进去那个缝里面 把它勾出来 你现在已经开手大师了 对我现在就是开手大师 因为廉价也找不到什么价 然后反正就在那边耗了我半小时 然后我就有点 就理智先断掉 对啊 所以这是引爆点 之前就已经很不爽了 对这是小引爆点 然后就是 你是有不会听解锁地球 我不确定 可是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有稍微测试一下 我想说不知道我室友们 有没有人在听解锁地球 哦要怎么测试 你在房间播很大声 有 有时候我会 而且你的声音就会超大声 然后或者是 又因为睡衣嘛 就是解锁地球 不是有出那个T恤 然后都把它当睡衣穿 OK 然后我就会穿着那个 解锁地球的T恤 在家里晃来晃去 然后就发现没有人 没有人有反应 没有人有反应 哦好那应该是安全的 对应该是安全的 还是大家觉得你很北楠 比如说大家偷偷默默观察我 然后在D恤这边发露黑我 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你的那么机车 每天在那边念 海巡一下 哈哈 好可怕哦 其实我觉得他忍不差 他就是ㄎㄧㄤ了点 哈哈哈 我觉得很可怕 所以你现在已经累积到那个 领界点了 我就觉得 不得不搬家 我就觉得如果有更好的房源 我可以去 物色一下 欸你有沒有算过 从节目开始播以来 你搬了几次家 欸我觉得 一年一搬吧 你有沒有想过 也许你是 是我的问题 哈哈哈 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错 你就是那家的乱源 就是我的问题 欸我真的是每年都在搬家 哇你现在又要搬了 你之前坐到红树林的时候 嗯 我都还没去过 然后就一定要搬家 欸我每次都是 从一个极端 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真的真的 就是我都找不到那个中间值 那所以你这次的极端 是要搬到哪里去 你要搬到基隆是不是 如果啊 基隆有不错的房型 可以考虑一下 欸没有啊 但我发现红树林 你知道我最后为什么 我搬你红树林的原因 是什么吗 你不是说太远很崩溃 欸可是其实那时候我测试过 就是 我有从 我那时候有从我的 原本的家 搭车到红树林去 然后又从公司搭车到红树林过 那我就发现那个通勤距离 其实我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就觉得 好那没关系 嗯 然后后来是我发现 就当我搬到红树林的时候 我有天要 就是我第一天 要出门上班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我捷运上不去 你就直接挤爆 哦不是挤爆 是没有位置 就是我上去了 可是我得用站的 然后他从红树林到北车 就要40分钟吧 欸红树林才第二站欸 对啊 所以他在淡水站一站 他就整个车厢挤满 对 淡水站那个人潮 真的是超多的 真的假的 嗯就是你从红树林第二站 你上车是没有位置坐的 所以我每天早上 我就要再早15分钟出门 然后先从红树林搭到淡水 然后再坐回头车 坐回去 所以其实 严格来说 淡水比红树林还要进 对 所以如果淡水的房子 淡水可以接受 红树林不行 还是太远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你现在找房子 你要找什么区域 我就还是希望离公司近一点吧 就是我可能找个中山区 松山区 又回到熟悉的地方 欸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是交通便利 跟就是生活经能便利 这种东西 住过都会回不去 对 你知道我就是我找租房 唯一的条件 就是交通便利 但你不是骑机车你有差 就是啊 就是骑机车也还是有远近之分啊 那如果在红树林呢 我不是骑机车 一路骑过来 哈哈哈哈 那我还得了 哈哈哈哈 你不是喜欢骑机车 没有我那我喜欢骑机车 好 应该说骑机车可以 但是我不要上班的时候 骑一小时的骑机车 而且还会塞车什么的 对啊 这些超崩溃 对啊 那所以你只看这种地点吗 像是就是租房的安全性啊这些 你会在意吗 安全性 安全性你要怎么定义 就是你晚上回家的时候 会不会害怕 不会啊 就是我觉得我租的这几个地方 晚上回家都不会害怕 就都还好吧 没有我觉得是你对 环境的敏感度 不是你台北市哪一区 特定的地方你觉得你回家 会觉得很恐怖 我之前是有住在 有点小暗像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回家 就都会蛮害怕的 哦 嗯 好 因为可能我就刚好没有找到这地方 哈哈 因为你找的都是那种 就是机能方便的 那应该就很少 对啊 欸说到这个好笑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住在庄静鹿嘛 对 就是你来看过房的那个庄静鹿 哈哈哈哈 然后你知道庄静鹿那边 我们那间它是 它的铁门是用衣架可以开的 我跟你讲过嘛 你好像跟我讲过 我在节目上也有讲过吧 嗯 总之我后来发现 我们用衣架开 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专家 哈哈 我们连手伸到背包里面 拿那个钥匙都懒了 我们就直接用衣架把门打开 所以你们就旁边背一个衣架 衣架就是拿来门口 挂雨衣用的那种 所以是非常自然 对 看不出来 没有任何违和感 不奇怪 嗯 然后所以那个地方 没有任何安全性可言 哈哈 就任何一个人 只要会使用那个衣架 就可以把门打开 可以走进来 我的天哪 然后真的很好笑哦 嗯 我们以前的室友之一 的前男友 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啦 然后他就有一天跟我说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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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以前我有个板凳 放在庄静鹿那边 你记得吗 我说板凳板凳 啊 我想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以前在庄静鹿的 那个地方的床 嗯 他的中轴很容易 就直接塌下去 他就很烂的一个劣质床 烂到爆 IKEA里面最便宜的那种废床 嗯 然后他他就是两边排骨架 对不对 然后中间会这样塌陷下去 然后就整个床会砰 直接床垫直接掉到地上 好扯 这超烂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 就是不管怎么修都修不好 可是呢 那个板凳 发挥一个神效 嗯 我把板凳直接垫在那个床的中轴最下方 把他卡住 哦 然后因为板凳高度完美的气和 他卡住那个中轴 那中轴是完全不能动 所以就 床修好了 稳了这样 所以那个板凳应该就在那里 我说欸 对耶 我说我当初就把他拿去修床 可是我搬走的时候没有把他拿走 所以他应该还在那个床下面 哈哈哈哈 那怎么办 然后他那个前男友就说 啊真的假的 我说那个板凳就是一个板凳而已啊 也没什么 嗯 他也是有一些意义在的 反正就是他跟那个板凳也是有一些故事 哇塞 但是中间还没有想到他 他现在突然又需要的时候 发现这板凳找不着 嗯 我就说那现在怎么办 他要说他想要回装进炉里面看一下 进去跟他说欸那个 这个说来话长 但是我是以前的住户 然后我这个板凳留在这里 但是因为现在那边的人 我都不认识 嗯 对啊然后你知道 那个床的状况是 你把板凳一拿走 那个床就毁了 哈哈哈 所以其实有点尴尬 嗯 然后 可是我我其实蛮想回去看的 我就跟他说欸欸欸 你下次要回去拿那个板凳的时候跟我讲 我一起去 然后后来等不到这一刻 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好 有一次无意间经过庄庆路的那个以前的租屋处 嗯 然后那个租屋处 来过我就知道 就是楼下是门是关不起来的 对 然后楼上 就是 一家可以开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一路走到四楼啊 走到四楼之后 发现大门没关 蛤 甚至连关都没关 嗯 就是外面那个铁门是开的 只有一个木门是关的 然后说欸 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这样打开就可以直接进去 嗯 但是我怕被告所以 哈哈哈 所以我在门口按门铃 有没有人 然后听到里面明明就有人在洗澡那种声音 可是都没有人来理我 嗯 所以我就错失了帮他拿走 那个板凳的机会 就很伤心了 哈哈哈 没有啊 就就没有 没有成功回去看到 嗯 现在里面长什么样 所以板凳还在那个位置 板凳应该还在 而且其实我们留了很多遗物在里面 像是 以前我们的书柜啊书桌啊 还有那个音响 沙发 对啊那个都是辛辛苦苦搬来的 欸你们布置得很好 你就这样留下给他们 布置得很好有什么用啊 你当初不是说你还是不能接受 但我忘记我不能接受的原因是什么 这很奇怪我想说你标准的那么高 哈哈哈 我就很烦 你怎么那么麻烦 对啊所以我才一年一班啊 哈哈哈 那里哪里有个不合你的意的地方 忘记了太久了想不起来 我跟你讲 但我不是被挑选掉的吗 应该是你们不要我吧 你自己也说 你自己也不想要嘛 哈哈哈 忘记了太久了 互相淘汰 没有谁淘汰谁的问题 哈哈哈 所以假设你现在 在五九一上面看到租屋公告 嗯 发现是庄庆路那一间 哈哈哈 你可以吧 我想一下 哈哈哈 你刚刚不是说其实也没什么点不行吗 不然你租屋的时候 你最看重什么点 我想到我为什么 你那个点为什么不行了啦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就是我那时候看那间房 是不是在顶楼 顶家 对顶家那一个 然后外面就可以直接走到我的房子 房间里面啊 就是他只要一个门打开 他就可以从顶楼走进来 不是吗 那这个铁门那有鎖啊 哦 但我还是很害怕 哈哈哈 而且我还很介意 就是你们不是有一个就是 挖洞的地方吗 不是很多垃圾都会往哪里 不是我丢的啊 那是其他住户丢的 我觉得真的超好妙 那那个天井嘛对不对 对那个天井 然后我就看到 欸里面有一堆垃圾 不是啊 那个天井是历史共业啊 跟我没关系 哈哈 它确实是存在那里 没错 对啊 所以这个超出你的接受范围 但我原本没有想说它是我一个点 就是我后来才发现 看到才知道 对 因为没有看到以前你不会特别讲说 天井是我的造型 哈哈 因为大家没有预设这东西存在 这个东西不在我的就是想法里面 所以我看中的其实就是价格 然后采光跟安静 我觉得你们那边价格我记得还蛮符合的啊 价格很便宜啊 因为购破烂价格就好谈 对啊然后采光我那时候看起来也不错啊 就是干干净净的空间啊 然后安静就不知道 只要去现场才知道 我觉得楼上应该算安静 楼下很吵 但我后来发现 那一间冷气很吵 哦 冷气超吵 欸不过欸你不要这样讲 那个冷气虽然吵 可是那个冷气是少数可以运作 真的吗 真的 你们其他间冷气都不能运作 总共有四间房间 是 加上客厅有五台冷气 可是只有三台可以运作 有两台是只能看不能用的 欸为什么你们当时候找室友的公告 这些东西都不写清楚 不是啊 要找的那一间冷气可以用啊 那就好了嘛 你管别人冷气能不能用干嘛 譬如说你的正下方那一间 就是我以前住的那一间 冷气是不能用的 欸那你们这样电费 就是你们会集中到一个人的房间里面吹冷气吗 不然你们用电费怎么刷 早期的时候会啊 后来我们有规定啊 一天只能开一小时冷气 你那时候也没有写出来 先把你骗进来再说 想不到你很有智慧 哦天哪 气死 所以看来就是跟谁住也是蛮重要的 对我觉得合住 欸合住这个点真的是 有人会禁止你开冷气就不行 对 就是室友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吧 因为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忍受的生活习惯嘛 室友的 因为我一起住的都是认识的人 然后我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生活习惯都其实都还不错 而且因为就认识啊就可以沟通 哦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好 对啊如果不认识的确实会比较难一点啊 身为一个搬家王 所以你碰过哪些生活习惯是你会介意 哇哦我想一下哦 其实我觉得我很看重厕所 就是如果我租的不是套房 就雅房 那就是一定要共用厕所嘛 那厕所就是 对那个马桶的清洁度要求非常的高 你是怎样 每次上完厕所都要刷一遍 是不是 就是我没有办法看到有一些垢在上面 然后或者是他那个 因为女生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月经 然后大家可能上完厕所没有注意 他就会滴在马桶盖上 这个我就会大崩溃 滴在马桶盖上太夸张了 欸这个我会直接拍照出来 就是公审欸 就是我会拍起来 然后传在我们室友群族 就是哪位朋友不小心留下来的东西 好凶哦 就是处理一下这样子 哦 不然你要帮他擦掉吗 当然是不会啦 对啊 所以就是卫浴这块吧 就是厕所这块我很在意 哦 厕所卫浴蛮在意 但是我在意的点不一样 很怪吗 没有很怪 就是我觉得洗澡完一定要把窗户打开 哦 你看就要让他那个水蒸气可以散出去 那如果你前一个室友没有开 你就把它打开就好了 不是啊 他就已经搞不好已经在那边好几个小时了 哦 你知道吗 就是我进去的时候 他都已经洗完不知道多久了 可是中间都没有开窗户 我就很容易潮湿发霉 其实关键应该是厕所不要湿湿的 哦你介意厕所湿湿的 你看我住的这几年来都是没有干湿分离的 所以他湿湿的就很烦啊 你进厕所你还整个厕所是湿的 那个感受度确实蛮差的 对啊所以就一定要把它弄干 对我完全懂这个感觉 然后我觉得合租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就是室友的主动积极性 室友跟你一起住还要怎样主动积极性 他在上班是不是 对像面试官 上班够累回家想躺平 那你想要干嘛 我觉得我不适合合租 因为我要求太多 果然发现你就是那个毒瘤 对我就是那个毒瘤 我道歉 就是因为住在同一个环境里嘛 那你就是有时候 就是你会想要为这个空间做出一些 就是你要做出一些努力啊 就是譬如说可能有一些脏的地方 你看到你就是顺手把它擦掉还是什么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收快递 然后就有一些好朋友就是有点吵架这样 收快递 因为那时候有一段期间就是疫情嘛 然后你就要work from home 然后那时候我们女生又叫了蛮多网购的东西 所以可能一天到晚就会有快递来按门铃 然后反正大家久了之后就会觉得 哎好烦啊 怎么又是我要去收快递 大家就会用一些借口去 就是去避免自己成为收快递的那个人 然后之后大家就会有 因为这件事情有点不开心 所以就是怎样 那按门铃 那大家都听到了 大家的房间里那怎么谁要去收 就是看大家撑的酒 谁撑的酒 就是用办公室接电话的概念超多 谁撑不住了就把他接起来 哎呀可笑输了 哈哈 我觉得这样真的超不好的欸 对啊 可是我自己也会 就是我虽然要求主动积极性 可是久了你还是会 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都是自己在做 你把那个标语印出来啊 天 积极主动 哈哈哈 我们家的家训 哈哈哈 要合租得先通过这个东西 对对对 下次你干脆直接租一层啊 然后你 哦你是说我 那位房东啊你来面试一下你的那个室友们啊 看不顺眼的先刷掉啊 可是有些都是要住了之后你才会就是 显露本性 一开始看了都很顺眼 后来发现好像不太行 哈哈哈 对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不行的 就是在公共空间堆很多自己的东西的 哦 哦 譬如说快递 指向 堆一堆然后堆在客厅 我也 这个也不行 可是很多人都这样 我觉得我的室友们其实都还好 嗯 但是我很常去别人合租的地方的时候 都看到公共空间一个客厅堆满指向 根本就不能用 你不许很常看到这种画面嘛 对 那他如果把指向就是 就是收好遮起来呢 嗯 我觉得是因为很多人合租的空间的客厅 都没有在使用 所以久而久之就自动变成堆指向的地方 还是恶性循环 它是一个储物间的概念 对 嗯 那我觉得关系在于那个室友们之间 到底有没有互动 因为没有互动你就没有人会去客厅 没有人去客厅 还不知道干嘛 不然把指向堆在那边 哈哈哈 好像是这样哦 反正我房间也那么小 放外面也没有人管 对啊 嗯 可是我就觉得那感觉蛮差的 就是你回到家 没有一个回到家的感觉 就回到家就 关到房间里 嗯 的感觉 对啊 因为像我很喜欢在公共空间活动的人 嗯 假设我要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事情 我也不喜欢在房间里做 嗯 因为房间就很小嘛 你会觉得啊 旁边都是墙壁 很压迫 对啊 我喜欢跑到客厅去 那我每次看到 有些人的合租空间 他那个客厅里有一堆东西 我就想象起来 我也不会想到这边做事情 嗯 那等于说我的活动范围只剩下我的房间 对啊 就是超小的 嗯 所以这样你现在 接下来 你要找也是一样 就是公寓合租吗 还是这样 我觉得我可能 不想再赌一把 就是我觉得 我太 我自己太烦了 所以我应该是 终于愿知道 对应该是我的问题 我深深觉得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 就是会开始积极找小套房 积极主动找小套房 对没错 可是小套房超小的耶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在意就是 空间的大小 真的假的 因为反正空间越大我越害怕 害怕什么 就觉得好像会有人躲在什么地方 你说你家某个地方有人躲在那里 对啊就是 因为你不觉得你一个人住 然后你一进到家 你就是先寻一遍 看有没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你说假设我现在住在一层公寓里面 房间有三个 而且主意检查里面没有躲人 我会耶 OK 就是或者是我会记住 我今天出门 我是把房门打开的 那如果回来 我发现房门关上了 我就会焦虑自己 可是那前提是你一个人住啊 如果你有室友就 搞不好你室友关的啊 对这个我就 有室友就不会特别做这种事 对吧 所以你看起来你就合租也没有关系 只是室友可能很累 慎选慎选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 看租房的时候看过很多很北蓝的耶 像是什么 我记得之前有个讲过的 去把一层公寓啊 隔十几间 用木板隔的 好像有 你有讲过 好 反正就很夸张嘛 每个都超小 房间是三角形的 里面只能放一张床那种 但那个就是很便宜吧 超便宜的 台北市一个押房 可能2000 那真的很便宜啊 那就一张床而已 对啊 超恐怖的 可是那个住起来就是 生活品质好 就不太舒服啊 我之前看房子 看过一个那个 就是他是在 林森北 还是中山北 就有一间二楼 你走上去的时候 你觉得这以前 感觉起来是按摩店 还是怎样 他那个房间里面就很多 那种绒布型的壁纸 这样 然后你就觉得 因为不太舒服 很老旧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问屋主 他就说 这以前是租个按摩店 果然 是不是觉得真是准啊 印证了你的猜测 真的啊 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那种 超丑的壁纸 那不是把它盖过去就好 怎么盖 就是你用另外一个壁纸 把它贴上去 你要 你租屋的人 你会去管那个整间的壁纸重贴 其实不会 应该不会啊 而且更不用说 它那个绒布壁纸 你要怎么贴 怎么会用绒布壁纸 就是按摩店啊 你知道 反正就看得很不顺眼啊 呃 完全懂 对啊 所以你现在 有看到什么像样的地方 没有耶 积极在物色啊 积极主动物色中 对 还是要求救广大的所将 哈哈 如果家里有房间租租的话 便宜算 对 请私讯我们 哈哈 那如果有听众要跟你当室友的话 应该是听众要三思吧 对 他就会看到我真实的那一面 听完之后发现 其实也不想跟你当室友 对 对 我觉得他一定我超烦 对 我觉得我室友一定我超烦 真的 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会很活该被抢 你这样就是不应该找合租的啊 你还没应该要找合租的 对 欸我发现你每次 就刚刚讲到你从极端到极端也是 那你的类型其实也是 你从什么别墅型的红树林啊 变成合租公寓 变成小套房 你已经夸解锁完所有可能住的地方 跟房型 我就觉得我很白目 我的人生就是一直在试这种 就是试我这个极限可以到哪里 然后发现每个地方都不太行 对 但我觉得我一直在就是拓宽 就是你要知道你那个范围有多大 原来如此 就是慢慢拖出去 然后就这样 好啦那我还是在这一块好了 所以我就是差一个住在红树林的成就 你有想吗 有朝一日 也许可以 可是我从红树林来那边录影 我可能要搭车大概一小时 对 没错 至少不用转车 好啦那就 感谢大家收听 就希望大家这一阵子一切平安 嗯 对啊 那还要你早日找到 适合的处处 哈哈哈 谢谢 我不知道你要找多久 感谢大家你每次都找蛮久 对啊 可是我 我发现我每次都会被一个 就是极端 逼迫到另外一个极端 我希望这次不要再重演这样的事情 好 你要坚守一些基本的原则 好的 哈哈哈 好 那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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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